许久未曾更新的日本四期系列 本集将来到慈程县 但有别于过去以旅游景点为主题的介绍 这一次我将以历史特辑的角度 来为大家介绍这个以尊王攘仪的水户学 在木末掀起风潮的县市 你将可以从公投历史观的角度 以及相关的大和剧 来认识很少人介绍过的慈程县 各位公游大家好 我是公投间 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日本的慈程县 不仅在台北举办盛大的推广会 以及招商会 还请到在慈程县长大的渡边直美来台宣传 沿路上跑的公车 都到处可以看到他们的广告 还包括灯会的主题花灯 而我也曾被邀请去参观推广会以及灯会 同时虎航也宣布重新开航慈程 并且邀请许多名人和网红前往 在YT上面也可以看到许多旅游跟美食的影片 虽然他们没有邀请我 但我也不会记仇了 正好不久之前 我到慈程县考察酒厂 顺道参观了自己有兴趣的史基 当地所在的水护返和我熟悉的沐沫又很有关联 就以本集日本四期历史特辑 来聊聊这个在沐沫历史上扮演着特殊角色的地方吧 慈程县在过去似乎没有什么存在感 然而在整个日本来说 它其实是个具有悠久风土历史的地方 在古代被称为长鹿国 长鹿这两个字看起来很陌生 但如果念出来你一定听过 那就是HITACHI 没错 汉字也可以写成日历 日历是训读 而长鹿应该可以说是古代国民的写法 早在西元七世纪大化革新之后 学习随唐制度而成立 女性的元明天皇下令编撰各国地方制 称为风土祭 而现存较完整的之一就是长鹿国风土祭 也是关东地区唯一的古代记录 除了在石冈市有长鹿国总社宫之外 长鹿国的一宫就是鹿岛神宫 也是慈程县非常知名的景点 而在武士崛起的士丁时代 长鹿国则是清和元氏后裔的左足氏领地 虽然位于关东 但是因为受到封城秀吉之恩 左足义宣就站在石田山城这边 喜爱战国历史的朋友 对这个名字应该也不陌生 左足氏后来被改封到秋田的初语国 而长鹿国就由德川家接收 之后被家康封给他的十男 德川赖宣 以水户为首府正式开启了水户德川家或者水户凡的时代 各位可能都知道 家康对于晚年出生的几个儿子特别宠爱 分封给他们的伟章 祭一 水户 也就是所谓的御三家 一般都说 将军家如果没有继承人 就要从御三家挑选 实际是只有伟章跟祭一 有初将军的资格 至于水户凡主 则一直是以类似傅将军的角色作为辅佐 也无需参情交代 且常年驻扎在江户城 由于不必参与将军继承权的争取 地位反而相对稳固而且崇高 这也是水户凡特殊之处 而无论是长鹿国或者是水户凡 主要当然就是陷进池城县的范围 虽然水户的凡主是德川赖坊 但若要说真正建立凡风 也就是思想跟文化路线的 则绝对应该归功于二代凡主 非常知名的德川光国 徳川水国 千万不要把这个字看成 这个汉字是在武则天时代创造的 武后新字或者则天文字之一 等同于国 根据郑志通的记载 唐武后时有言国中或者或也 请以武正之 又有言武在口中与困合意 副改为国 一指八方土地 光国原名千代松 昊子龙 后来从将军加光 拜领一个光字 改称光国 而日后又改为国 显示其汉学造诣之身后 而他既身在 Hitachi这个日历之地 名号又是光耀国土 身份又是天下的副将军 可见其豪情壮志 好闲话末题 七月底我到水户市去出差 特别抽空去参观了 Tokukawa Museum 德川博物馆 可说就是为了彰显这位 水户学奠基者 以及继承者的小型私人博物馆 德川光国是个非常热爱学问 特别是汉学的人 他在世的时候有两大公鸡 一是据说在18岁的时候 受到史记的感召 发奋要进行修史试业 以本记 列传 制 表等方式 重新整理日本的历史 而从光国生前发愿修史 后来成为水户帆的志业 陆续修了两百多年 直到明治时期才完成 最终共编转了397卷 被称为大日本史 虽然很可惜博物馆不能拍照 但是馆内有展出部分的草稿 以及装史书的柜子 相当的珍贵 而他另外一项关于学问的公鸡 各位如果还记得 不久之前讲到 《开山神社》的那一集 我也曾提到一位 朱之鱼 他出生于浙江的鱼窑 曾经跟随郑成功起兵 在南京攻略兵败之后呢 作为使者前往日本请求援军 想不到隔两年 郑成功就病逝在台湾 朱之鱼是个非常有风骨的文人 就不可能去做亲国的官 只好滞留在长期传授学问 当时远在江户的德川光国 得知竟然有这么一位民国的学者 就派人去将他请到江户来讲学 后又随之前往水户 成为水户的国师或者凡师 而由于朱之鱼 以他故乡的顺水为号 所以被称为朱顺水 鱼窑不仅是传说中顺的故国 也是另一位大学问家王阳明的故乡 还诞生过姚江学派 由于当时明帝国是被异族的满清所灭 许多文人就逃往朝鲜或者是日本 感受到当地保留了更多的汉字文化 跟儒家典籍 反而才是正统的小中华 而德川光国又如此热爱汉学 尽管语言不通 还可以透过汉字笔谈 就决定将自己的余生奉献给此地 从此开辟了水户学 在德川博物馆外面有一个高枕亭基 据说就是光国和顺水 时常讨论学问的所在 总计朱顺水在日本讲学20年 直到1682年81岁才过世 附带一提的他过世的隔年 东宁王国也就灭亡了 水户凡将他后葬 在历代樊祖墓的瑞隆山 还为他新建的民国样式的墓 可谓是贝极埃荣 其实从某些角度来看 朱姿瑜和比他年轻一辈的陈永华 分别将儒家的文化传承到水户以及台南 这两个城市应该要好好交流一下才对 而由于顺水先生参与反清复明的经历 其核心思想特别强调儒家的尊王攘义 从此这四个字就成为水户的凡论 而无论是顺水或者光国 可能做梦也想不到 两百年后 这将成为敲响德川幕府上宗的一句口号吧 而回头说到德川光国 由于他的朝廷官职最高是全宗纳言 等同是唐代的皇门侍郎 又是天下的副将军 所以民间就将他称为水户黄门 水户黄门 听到这里是不是有些人恍然大悟 原来他就是水户黄门 传说他晚年的时候 常常带着两名加成为服出巡 探访民情 打击地方贪官勿力 劝散惩恶大快人心 而类似这一类的剧情 几乎已经成为定番 在整个东南亚文化圈都有 其实也反映了庶民 他跟电影《天地明察》中 之后又特别为他写了厚厚的《光国传》 而2013年 慈城县水户市也曾经发起 推动《光国传》拍成大和剧的倡议 尽管至今尚未能实现 但无论如何都是非常精彩的作品 说到大和剧 接下来要讲到这一位呢 就常常出现在默默主题的大和剧之中 但是如果要相对比较完整呈现 则是2021年的《冲向青天》 这部大和剧 虽然是以日本《实业之父》 色泽荣衣为主角 但因为前半段的剧情 多跟《水护凡》有关 所以接下来也会引用一些相关的画面 前面提到德川博物馆所在的位置 许多人应该都不陌生 那就是鼎鼎大名的接乐园 开乐园之一角 许多早期参加旅行团的旅客 其行程可能都会将此地 跟日光的东照宫来连结 因为它和金泽的尖六园 还有岗山的后乐园 并成为日本三大名园之一 仔细回想起来 我大概在三十年前 就曾经参加旅行团来过此 但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了 实在是太久远了 而且当时也还不知道 原来建造接乐园的 就是在默默赫赫有名的列宫 水护凡第九代的凡主得川齐昭 话说二代凡主光国 尽管为水护凡殿下水护学的基础 但是其后的几代凡主 由于资质平庸 屡为凡内的财政所困 曾经进行改革也不见成效 只能说是勉力守城 直到西元1829年 第八代凡主去世 因为没有指辞 凡内的门伐派 本来想要迎接当时将军家旗的儿子 但是受到下层凡士们的反对 就勇力了前任凡主的义母帝虎三郎 改名为德川齐昭 TokuGawa Nariaki 来接管凡政 由此看来齐昭还真不是个公子哥 而是具有武士群众基础的 而他也没令人失望 称得上是水护凡的忠心之主 不仅大手笔开辟接乐园千波湖 更在水护城的旁边设立的红道馆 规定凡士的子弟必须精进水护学 是当时全日本各凡中最大的凡校 我也在上一次行程中前往踏查 他就位于水护翼的后方 但是必须爬一段山路 所以当时我是直接从德川博物馆 叫进人车前往还比较省力 在水护城基以及大手门前 矗立着一尊德川齐昭公像 硕像虽然不大 但也似乎在为水护指出未来的方向 大手门的对面就是史基旧红道馆 目前作为展览馆对外开放 而门前的道路就被称为水护学之道 绕一圈2.6公里 我在馆前还看到这块 德川庆喜相学之地的石碑 没错 末代将军德川庆喜 就是出生于水护凡 也是其招引以为傲的儿子 不过如果要再讲到庆喜 主题可能就太曲折发散 就嫌表过不提吧 但说到宏道馆 还是必须介绍一家人 就是藤田幽谷东胡父子 父亲幽谷是出生民间的水护学者 并参与了大日本史的编撰 同时更是尊王攘仪的倡议者 而儿子藤田东胡则继承他的学问 更获得藩内的重用 赋予武士身份 成为藩主身边不可或缺的侧士 在默默的历史占有一席之地 回头说到德川齐昭 他和我们之前常常讲到的 薩摩藩主岛经骑兵 一个叫Nariaki 一个叫Nariakira 算是同时代的人物 而一北一南 分别成立了宏道馆以及达士馆 还有开城所 似有欣欣相惜又互别苗头之意 但正如前面说到 水护凡的思想核心是尊王攘仪 因此在黑船来行之后 原本幕府是想要习视宁人 或者也借此机会开启对外的关系 但德川齐昭坚决认为不可 要把蛮夷从神中日本赶出去 不断给幕府施加压力 而其性情刚烈 所以才被称为猎公 尽管齐昭对洋人的观点或立场 和他有一些微妙的不同 但是两个人都认同 必须要推举更有能力的将军人选 就是齐昭的儿子庆喜 因而结为同盟 而后来大家也知道 幕府大佬锦衣直臂 以雷厉风行的手段 强力镇压这些妄议目证的朝野异议人士 掀起安政大狱 连水户这番清凡大名 都受到直居 也就是闭门思过的处罚 但同时也埋下了诚恨的种子 1860年 锦衣直臂在江户城樱田门外 被一众浪士暗杀身亡 其中就包括多位水户凡出身 如浪士官铁之戒 以及长路的神功灾藤监物等等 而德川齐昭本人 却也没能等到直居解除 就因为矫气病和心肌梗塞而死 享年61岁 虽然是题外话 但是我在博物馆中 见到德川齐昭写的碑文 这位列宫的汉字和书法的造诣 那真不是一般般 其实谈到历史总不免会想 如果当时庆喜順利提早7年 接下将军之位 在齐双和齐兵的辅佐下 日本是否有可能 提早实现开国维新 而且以德川家长久以来谨慎的作风 是否就不会走上 后来的军国主义道路呢? 但总归一句老话 历史是无法重来的 更多的细节 就留待日后讲述另一种观点的幕末 再来详谈吧 诶等等 讲到这边可能有人会想 不是要讲尊王攘仪 是攘到哪里去了? 其实最早尊王攘仪是出自相传由孔子所做的春秋 当时这个王指的是周天子 意指各诸侯国应该要团结在周天子之下 共同抵御外敌 例如当时诸侯国以外的部落国家 北迪、西戎、南蛮、东夷等等 但经过两千多年 个别的汉字使用者也发展出不同的权势 例如前面讲到诸顺水传授给水户的王 应是以民国朝廷为代表的儒家道统 以区别于满清政权 而以水户学的立场 这个王应该代表实质掌握政权的德川将军家 然而到了幕末 经由藤田东湖、吉田松茵等等 幕末儒学者的权势 在透过各凡的治世浪世广为传播出去之后 大家发现长久以来被忽视的天皇 不应该才是王吗? 而幕府反而是跟外仪勾结的奸臣了 而在还不能公开主张倒幕的当下 尊王攘仪就成为冠冕堂皇的主张跟口号 这正是我说 当初的德川光国和朱顺水 甚至德川齐昭都意料不到的发展吧 而也有一说 德川庆喜在最后之所以断然放弃于官军对抗 匆忙撤回江户 也正是因他从小接受正统水户学的教育 尊王攘仪升职心中 更不想成为朝敌的缘故吧 而在《冲向青天》《大和剧》中 还有演到一段跟水户凡相关的历史 就是水户天狗党 简单的说 在藤田东湖意外亡于震灾 德川齐昭也过世 然后庆喜又早已经过继给一瞧家之后 凡政陷入混乱 凡士们对于幕府私通洋人的不满 逐渐的累积 最后呢 在武田耕耘灾跟东湖的儿子 藤田小四郎等人的率领之下 高举尊王攘仪的旗号掀起大规模的叛乱 最终一瞧庆喜被迫代表幕府 發兵追讨这些过去父亲的家臣 叛军投降之后 有三百多人遭到处刑相当的惨烈 天狗党之乱虽然常常被默默的证史或者故事所忽略 然而对于磁城县或者水户帆 却也是一段无法抹煞的历史 而他们适师举兵之地 就在磁城县中部的足坡山 山脚下还留有他们的墓地 这座山可以眺望整个关东平野 山荣秀丽也是日本百名山之一 或许也算是为长路国或水户帆 留下一个足以仰望的身影吧 这集我以非常简要的方式 介绍了磁城县的历史 相信大家也听到许多过去可能不熟悉的历史故事 当然我知道很多都是点到为止 而关于磁城县的旅游跟观光景点 大家也可以先看其他YouTuber的影片 未来有机会再为各位介绍 好的 以上就是本集的内容 想看更多日本四期系列影片 欢迎点击这支影片 最后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还有加入会员 锁定更多公投间观点的历史、时事和旅游话题 我们下次见